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发安卓的频道 我是安卓 相信今天的影片内容对不管有在投资特斯拉 或者人在美国的朋友都会非常重要 其中包含的特斯拉刚释出了明年在美国的补助 可能会减少的消息 不知道这样对它的销售会有多大的影响 另外根据调查特斯拉刚夺下 全美最想要购买的制车厂牌冠军 以及马斯克刚成立了XAI这间公司 对特斯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还有一些让我期待多年的功能 根据今天最新的消息 将会在未来出现在各位的特斯拉车上啰 以上这些消息都会在今天的影片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如以往如果你觉得我频道对你了解电动车 尤其特斯拉有一点帮助的话 希望你可以在影片下面帮我按一个赞就好 各位一个随手小动作对我就是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而首次来到我频道的观众也可以按下中键 热就不会错过更多你可能感兴趣的话题 接下来我们就先从特斯拉竟然在官网暗示 明年的补助可能会减少这个消息 开始聊起吧 在我频道强调过许多次 如果有在投资特斯拉的朋友 你一定要关注特斯拉在美国的动向 因为光是在美国就占了特斯拉营业比重约50%左右 所以有在投资的人绝对不能不了解 出来给碰巧 我在上一支影片才跟他聊到 特斯拉在上海产 尤其针对电池包装组的工人 进行为数不小的裁员 我个人猜测是因为特斯拉把部分电池包装业务 拉回美国来做 如此一来才能解释特斯拉的Model 3标准版 为什么又突然间可以全面符合联邦退税补助 针对退税我们可以分两个大部分来看 一个是电池的零件在哪边组装或者制造 今年RAA法案规定必须有超过50%以上 在北美不管是美国加拿大或墨西哥所进行的 才能符合3750块美金的退税 这部分的比重将会逐年加重 明年会来到60% 直到2029年将会来到100% 另外一大部分就是电池的贵重金属矿物来源 目前政府是规定要有40%以上 来自美国或者FTA相关的伙伴国家 这个比重一样是每年10%的调涨 直到2027年将会来到80% 就如同上次影片说的 Model 3部分车款在今年曾经一度补助降到 只有一半3750块美金 但是在6月的时候又全部回到了7500块美金 我猜最有可能就是特萨把包装的部分 拉回到北美来进行了 因为这个补助实在太香啊 对特萨的销售是非常有帮助的 只不过昨天特萨于官网上出现了一行字 提醒大家Model 3 Model Y的这项补助 在明年有可能会减少了 当然我们目前没办法确定 有拿机款车可能会受到影响 而影响有多大是补助减半还是完全失去 又或者特萨这么早宣布 只是为了要促销买器呢 不过如果你要我猜的话 最有可能受影响的我猜啊 应该是Model 3的标准版 毕竟它曾有过补助被拿掉 但可能因为影响销售不少 所以后来又恢复的记录 但我们不能排除特萨最近在上海厂 大裁员的原因 就是未来将来还能够符合 联邦补助的规定 毕竟美国市场比重占的实在太高 如果失去这3750甚至7500块美金的补助 未来对特萨的销售肯定是一大利空啊 这时候跟大家聊了好段时间了 有时候真的蛮庆幸自己人在美国 尤其当我在测试Forsal Driving的时候 因为过去一年多了 也只有在北美的人 才有机会去体验到 Forsal Driving 它到底驾驶起来是什么样的情况 不知道在看影片的各位 有没有人正在计划 或者考虑未来想要移民出国的呢 尤其来到我现在人在的美国 感谢最近蛮缠站置我频道的移民律师事务所 这边有些关于移民美国的政策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想要移民美国最主要的途径有两种 我姑且称它为二财吧 我们现在第一个财 Money也就是钱啊 美国于去年3月推出了移民新政 EB5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投资移民啊 投资金额至少要80万美金以上 5年后可以返还 重点是目前是没有排期的 非常重要哦 所以一切顺利的话 最快各位可以在90天内 拿到合法身份在美国开始你的新生活 我想在看我频道的观众 应该有不少人对投资移民 应该是蛮有兴趣的 而刚刚讲到第二个财呢 就是才能的财啦 如果你在你的专业领域 算是前段班佼佼者的话 或许可以透过申请EB1A 杰出人才这样的管道 来申请美国移民哦 这种移民的好处是没有学历 年龄以及语言的要求 只要你是在你领域里的佼佼者 就可以透过申请专业技术人才 以低成本的方式 移民到美国这块土地啊 不过我想有人一定会说 美国也不是真的样样好 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我们的邻居 加拿大 他们同时也提供 非常多样化的移民方式啊 各位只要你有任何 跟移民有关的问题 都可以使用微信 撒描我荧幕上方的QR Code 与他们进行咨询 相信一定可以得到 完整又清楚的答案 由于特斯拉在全球接连的降价 相信各位车主一定超级有感 就是他的二手车架 连带着也是喋喋不休 尤其在美国除了刚讲到的 7500块美金的联邦补助之外 各个州还有属于自己的一些补助啊 像我在的加州 还有一个CVRP 干净人员车的补助计划 有些人总共最高可以拿到 15000块美金的补助 所以导致现在买Model 3 你真正付出去的钱 可能比买一台Toyota的Camry 还要更便宜 这也是为什么 我现在身边超多朋友 都入手了一台Model 3 但同时 他的二手车架 也就跟着直直落啦 根据IC Cars 一份最新的调查指出 在美国的二手车架 真可以说是直直落啊 其中大家最关心的电动车 下跌的幅度 更是高的惊人啊 从今年1月到现在 美国二手电动车的行情 已经下跌了约15.7% 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 价值减少最大的 竟然是Tesla的Model 3 他的二手车行情 减少了约莫30.5% 三分之一就这样不见啦 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表 前四名全部是由电动车包办 我想跟Tesla接连降价 以及美国政府的补助 是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你是刚买Model 3 一两年的车主 现在真不是什么 卖车的好时机啊 如果想要减少损失的话呢 我唯一的建议就是 尽可能拉长你拥有的时间 而我自己的Model Y 虽然也是持有两年半左右的时间 但老观众可能知道 因为我当时做了一项决定 如果我现在要把车卖掉的话 基本上我是没有付出什么成本的啊 等于是免费开了两年半的车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之后再制作一支影片 跟大家好好分享 不过同时也代表 二手车市场开始回归正常 我们再也看不到一年多前 二手车卖的比新车 还要高价的夸张情况啊 另外这些现象也同时反映在 美国刚公布的CPI通膨指数上 好不容易我们总算 回到3的位置了 旧完不久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CPI指数 回到2开头 而联准会也可以开始考虑降息啦 那时候美股要再创新高 应该就是指日可待啦 今天我们的美股SP500 已经回到4500点左右的位置 离历史新高的4796点 已经剩不到7%的空间哦 这两年跟我一样 有持续进场的人 想必是笑得非常开心吧 不过就算二手车架大幅滑落 特斯拉依旧刚荣登 全美国人最想拥有的 车辆品牌冠军 根据一份刚出炉的调查指出 他们分析了Google搜寻的大数据 特斯拉成为美国50周当中的25周 搜索代售车辆次数最高的 制车品牌 不过让我比较意外的是 排行榜的第二名竟然是吉普汽车啊 而另外他们也有做全球的搜索量调查 这些数据其实都蛮有趣的 连同刚刚二手车的报告 我把它连结都放在下方的说明栏里 各位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待会去看看哦 不过不管从销售数字 或者从这些搜寻的统计数字来看 整个世界在往电动车化的改变上 或许比我们想象的都还快 而目前全世界卖的最好的电动车 应该就算Model Y莫属了吧 我在之前影片也跟大家分享过 美国生产的Model Y也开始逐渐搭载了 Hawar 4.0 相信有不少人跟我一样期待 在搭载Hawar 4.0之后 是否能够加速特斯拉达到 真正无人驾驶的时程 不过根据知名骇客Green指出 目前搭载在Model Y上面的Hawar 4.0 跟搭载在Model SX上面的硬体呢 其实是略有不同的 除了我们之前已经聊过 目前Model Y上面并还没有搭载 毫米波雷达之外 Green更发现 虽然跟Model SX一样叫Hawar 4.0 主机版的分布也非常类似 但是Model Y的版本 却移除了独立的GPU 以及高阶的音响驱动组件 另外它所采用的RAM 是比较低价的版本 以及部分的供应商也有所不同 除此之外它的相机接孔 也是比Model SX还要更少的 所以简单来说 算是Hawar 4.0的低配版 同时Green也强调 就如同马斯克所说的 由于它的外形 以及构造差距太大 所以是不可能从Hawar 3.0 升级成Hawar 4.0的 各位如果跟我一样 是Hawar 3.0的车主 想要升级 除了换车 大概只能死了这条心啊 不过我个人最关心的是 日后在保全自动驾驶时 这两款硬体上的些微差距 各位车主 会有明显的感受吗 尤其这颗搭载在Model SX上面 这颗毫米波雷达未来会起多大的作用 只不过会持续帮大家追踪 不想错过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follow我的频道啊 同时马斯克之前也说过 在未来V12版的Forsal Driving时 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 将会交由AI 人工智慧来做端到端的各种决定 而它这项宣言看起来不是说说而已啊 因为它在昨天12号宣布成立了 XAI这间人工智慧公司 马斯克说成立这间公司的主子 是想要了解宇宙的真实本质 而且马斯克的XAI团队阵容 算是非常坚强啊 当中有许多来自前OpenAI Deepmind的知名工程师 马斯克希望未来他们的产品 可以跟ChatGPT一较高下 所以可望未来XAI将会跟特斯拉紧密合作 加速完成全自动驾驶的时间啊 虽然我想肯定有人会说 明明马斯克自己之前才说 要暂停AI的发展 因为他觉得这有可能会危害人类的社会 结果过没多久 自己反倒成立了XAI这间公司 但我是这么觉得啦 因为现在看起来人工智慧 已经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工业革命 在过去几次重大的工业革命 从引入水力蒸汽等动力 来产生机械化的大量生产 到20世纪因为电脑网路的兴起 而产生的产业转型 一直到现在 我们正在经历最新的 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也就是人工智慧啊 所以身为走在尖端的这些科技公司 纷纷往人工智慧这个方向去发展 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 当然像马斯克或者特斯拉也不例外啊 要不然一个掉队可能就像柯达 本来是一间摄影器材界的大厂 结果没有跟上数位化的脚步 就此失去市场份额以及竞争力了 所以不管马斯克之前说了什么 我个人是蛮开心看到他成立了XAI这间公司 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当然前提是希望他们能够确保 我们人类未来不会被AI机器人给消灭啊 这个是最重要的 另外除了人工智慧 这个感觉比较遥远的东西之外 许多人引颈期盼的就是特斯拉的平价电动车了 好消息啊 根据路透社报导 特斯拉正在跟印度政府协商 打算在当地新建工厂 生产一款起售价200万卢比 约莫是24400块美金的平价电动车 而且它的目标产能将会是一年50万辆 这个消息虽然特斯拉这边还没有证实 但我觉得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因为特斯拉这边一直进不去印度市场 主要是关税这边谈不拢啊 但各位应该知道印度市场有多么的庞大 更不用说在印度的生产成本也是相对便宜 未来特斯拉如果打算以印度作为亚太的出口中心 这一点也不意外啊 所以对于这项消息 我个人是非常乐观其成的 如果成真的话 哇每一年马上有多个50万辆车的产能或者销量 这对特斯拉来说又是一个大补玩啊 最后还有一项消息 相信有许多车主跟我一样引颈期盼已久的 就是能在特斯拉的车上也能使用 Apple的AirPlay 根据刚刚才从 Nada Tesla App这个网站出来的消息 在未来4.23版的更新后呢 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车上 也能够开始使用 Apple的AirPlay 有了AirPlay之后 就可以把手机上的画面 直接串流到特斯拉的大萤幕上 所以在这之后 我们可以利用手机 获得更高品质的影音串流体验 大家看这就是特斯拉的车迷人之处啊 就算我的车是两年半前买的 我收到更新之后呢 我的车也能够拥有这个以前从来没有的功能 今天影片就讲到这边 不过再次提醒大家 有美国沙马想要免费获得特斯拉或者Google股票的朋友 户路开户入金5000块美金 60天以上就可以免费抽16股股票 其中有一股保证会是特斯拉或者Google 这项活动直到7月16号就要截止了 只剩最后几天 还没申办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了 当然希望大家也不要忘记 在影片下面帮我按个赞 还没follow朋友 也记得按下按钮键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在下车影片 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 感谢你的欣赏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 by bwd6